三处接货跨县市互助通报 再度掌握由宝新公司进口 有效日期是2026年10月12日的问题辣椒粉流下 其中苗栗县某食品公司在购入后 制造成菜脯饼以及白胡椒棒的产品 有销售到本市全年的163家门市 以及其他4家的经销商 另外还有一位个人的买家 则是向新北市的上游商购入扫烂的辣椒粉 前面所有的问题辣椒粉以及相关产品 都已经下架停售并持续回收中 三处将持续的更新统计 以防止问题的产品流入市面 保障市民的食安与健康